最无情的不是人性是时间 最能忍的不是旁观是旁观 最难听的不是脏话是无言 最致命的不是痛苦是手剑 那天一个小伙伴推荐我看一本08年的电影叫 史前一万年 我一搜索好死不死跳出来两个结果 史前一万年和史前一亿年 本人想按照顺序应该先从一亿年前开始看吗 再说了 一万年前不就是人类穿的少 大象多些毛 老虎门牙 象菜刀吗 你看看这史前一亿年的海报 这恐龙长得多nice啊 然而因为这个决定 我人生中的一场梦魇开始了 不看不知道 一看真奇妙 这绝对是一本让人看了想死的史前一亿年 先说这个导演格里夫·弗斯特 他和他的公司十分喜欢拍山寨电影 人家拍个史前一万年 他们就拍个史前一亿年 人家拍个变形金刚 他们就拍个变形金刚 人 人家拍个还太平洋 他们就拍个还大西洋 人家拍个货币特人 他们就拍个货币特人 时代 最厉害的是 从04年做三代片至今 他们公司就没有一本电影亏钱过 那么就让我和大家一起见识见识这本史前一亿年 电影的开头是一大段航拍镜头 包括在他的预告片中几乎也都是这些镜头 因为我估计这些镜头可能是整本电影最精华 也是最花钱的地方 大家注意后面的三 一看就是一副出汁烂造的故景画 果然当镜头拉到这里 我敢问大神 你这是打算拍奥特曼吧 接着一对男女出现在了镜头前 我靠 这么快就轻轻 我喜欢 不过 奇葩的很快就来了 妹子的裤子竟然在臀部有个大洞 这是为了方便排泄嘛 还有这根袋子没摩擦没变形 滑丽丽的就断了 什么牌子的 必须曝光一下吧 在尖叫声中 妹子疯狂的下队 砰的一声头部落地 双目弹出脑胶奔裂气口 嗯 没事 你没事 你OK我就不OK了 这是给头盔做广告吧 还这么大的两个英文字母KB 多少钱 我呸 不过 我总算有个安慰 因为这支海豹队的队长长得十分英俊帅气 高达威猛 沉着冷俊 一看就是要一个人拯救世界的英雄人物 接着海豹队员们进入了会议室 一个老头装的和爱因斯坦一样 在那儿侃侃而谈 大致就是说 叫大家一起用改进后的时光机 回到一亿年前 去到以前因为机器失灵 而留在一亿年前的小伙伴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说了整整八分钟 还好中间有英勇帅气的队长 让我不觉得无聊 然后他们就来到了科学的产物 及天地日月精华于一身的时光机面前 各位 这是时光机啊 这是排恐龙战队吧 嗯 这位你笑得这么开心干嘛 是不是你让怪兽变大的呀 随着教授的畸形变身 他们来到了一年前 一来就失成这样 不过 这不能影响我们队长的英俊外形 小朋友假日里去郊游 爬爬小山看看小溪流 海豹小队开心的走在路上 而我们的教授腿都软了 手上还拿着一堆纸巾 叫做注意身体 小心飞灰烟灭啊 平淡的步履后 他们在一块视野十分开阔的地方 有了一些发现 大家十分的开心 呀哈 有情况 大家一副非常惊讶的表情 我去 这么大只恐龙 你们刚才走过来的时候 怎么会看不见 不过 后来我才发现是我的错 因为这个电影对恐龙的设定 就是百分百的乾坤大挪移啊 而且 你这个恐龙也做得太 算了 山寨了 忍忍吧 嗯 又是你 你又笑得这么开心 这个怪兽又是你变大的吧 接着 队长用他富有磁性的声音 让大家继续前进 来到了一个池塘的边上 嗯 我靠 这是什么东西 长得像个器官一样 看着人菊花一紧啊 我操 还会喷射烟奶 小伙伴们纷纷起刷刷的转身 摆破死 还有一个小伙伴为广大网友 道出了真谛 在紧张的行径中 他们来到了一个小三坡前 眼线男发现了一只恐龙的踪影 不过 这只恐龙像见证奇迹一般的 马上消失了 各位 这很正常 前面已经说了 设定就是百分百的乾坤大挪移嘛 帅气队长 一天般的冲到了眼线男的身边 沉着的应对 嗯 这什么情况 这是迅猛龙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队长怎么可能挂的 他不是主角来的吗 唉 敌不过百分百的乾坤大挪移啊 而让我想不通的是 眼线男竟然只是激动的喊了两声 打了几枪就跑路了 而后面几个大哥 更是面无表情 一点动静都没有 队长估计欠他们很多钱吧 很快